现在来到石门区公所 除了可以看见楼梯旁的空间 有当地景点的相片展示 为了要发扬石门当地的特别风筝文化 区公所特别活化公所三楼的墙面与屋顶 由知名的风筝创作家黄景珍老师 设计风筝壁画展示 生动的布展成烈量原本严肃的公所 多了一分活泼同趣的氛围 实际上墙壁上是鱼啊 那天花板是燕子 一群燕子 那我是打算把风筝当作是一种 室内的装置艺术在处理 那所以在墙壁上 这个东西等于是一幅壁画的概念 因为其实我平时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展览 基本上就是一种 以风筝说故事的装置艺术概念 所以来到这个空间 我当然就是等于把大展览 说成超迷你展览的概念 风筝创作家黄景珍表示 这幅风筝壁画取名为燕飞渔月 由多枝鱼造型与燕子造型的风筝组成 高处仰望的布置成列 让桥面活化了起来 会特意选在石门区来摆放风筝展览 除了发扬当地风筝特色之外 风筝创作家黄景珍也与石门有着特殊的纪念情怀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以发展城乡特色来讲 我们就是新北市就是一直打算把石门变成风筝的故乡 那所以等于说我也来石门 风筝节展览或表演过好几回 因为我学院时代就在淡水念书 所以北海岸我都很熟 对然后我其实就是下课的时候 我就常常本来就是常常跑到北海岸来玩风筝 那今年我们特别邀请到黄景珍大师 来帮我们设计风筝节的特色小风筝 那推出以后这个反应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们再继续邀请我们黄景珍大师 来帮公所三楼布置了一个风筝的特色的展览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利用我们三楼空白的墙壁 还有屋顶 那请黄景珍大师利用他特色的风筝来做布置 布置成一幅这个很有特色的一幅画 那就在公所三楼 那欢迎民众有兴趣的话可以踊跃来参观 石门区公所几前阵子摄影比赛针见 冲洗得奖照片装点公所墙面之后 现在多了风筝壁画的展示加入 这也让公所换了新的面貌 打造充满新活力的空间 石门区公所也邀请民众到公所来洽工 千万不要忘记上楼一览大师的创作之美 记者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道